此地他也引用孟子一句话说 人生于忧患 死于暗露 孟子所说的非常之深刻 跟佛法讲的不谋而合 我们一生修佛 修佛不要下佛 佛报到什么时候想呢 死于暗露 这是真有智慧 真有聪明 佛报在临终时候想 临终时候想的是什么福呢 什么路呢 临终没有病苦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知道自己到哪里去 这是真的佛报啊 如果在平常一生当中 把佛报享尽了 临终的时候糊里糊涂死去 去到哪里自己不知道 这就是佛法讲的 堕山土了 一般人死了以后 来生能得人生 走的时候 锐香都很好 神智清楚 不迷糊电脱啊 积共雷德 能升天的 临终的时候 都有天乐来迎接 我们在古人读书笔记里面 看到很多 那都是真的 不是假的 念佛往生 由佛菩萨来迎接 去年年初 今年两千年 应该算千年了 九八年 新加坡一位灵异生往生 年岁也不是很大 清晨的佛教徒 一生行医 为病人服务 他创办了一个观音旧苦会 他做会长 临终的时候 跟李牧原居士说 想跟我见一面 那时候体力也不行 李牧原居士告诉我 我说不必他来 我就看到了 我送他念珠 送他佛像 大概我跟他见面了 一个多星期之后 他就走 走的是瑞相西 有一些祝念同修 在他身边 最后他说 我看到一片金光 最后想 我看不见你们了 我只看到一片金光 安详 自在地 一生当中 所以说 身与幽幻 这个幽幻不是为自己 是为社会 为众生 为人民服务 唯恐自己的工作 做得不够好 认真努力 把佛物的工作做好 临终 必定得安路 所以孟子这一句话 是经验之谈 这个道理很深 我们要细心去揣补 好好的来学习 只有这是真实的福报 你一生所想的 不仅是真实的 临终走的时候 手忙着乱 迷惑颠倒 那就真正可行了 这一生空过 不仅是真实的福报